110年度全国总统杯华轮溜冰锦标赛 日前圆满落幕了 代表花联参赛的国中小联队 在这次的赛事里面表现得相当优异 摘下四斤十银十铜 成绩非常亮眼 而花联市长魏佳贤肯定选手的表现 也期盼代表花联参加今年全中运的四名选手 能够为花联争光 110年度全国总统杯华轮溜冰锦标赛 花联国中小联队 摘下了四斤十银十铜的好成绩 市长魏佳贤特别来到旗线运动场 奖励这些优秀选手 他感谢花联线体育会旗线运动委员会和教练指导 更感谢家长支持 让孩子们有这么好的表现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花联市的孩子 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在参加全国总统杯的华轮溜冰比赛里面 总统拿下二十四面奖牌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极限运动委员会的主委 总干事还有老师们大力的一个推动这个项目 那也谢谢所有家长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北宾极限运动公园的极限运动场 曾经有一度要被拆掉 那当时也谢谢我们极限运动委员会的大力 呃陈勤 那时候时任议员的时候 嘉贤时任议员的时候 也特别的拜托县府把它保留下来 也重新整理 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极限运动的孩子们 已经在全国各地都发光发亮 那也期免这些孩子在这次的全中运 能够获取更好的成绩 让花莲的孩子能够要上国际的舞台 再次的感谢这么多用心的家长跟老师 那我们未来花莲施工所也会全力的在支持各项的运动赛事 市长表示他在担任议员的时候 为在北冰公园极限运动场曾经面临要被拆除的命运 接到极限运动委员会和家长们的陈勤 他特别请县政府把运动场保留下来 并且把设施太旧换新 让学习极限运动的孩子有安全的环境空间 而现在看到选手们在极限运动场域里发光发热 希望孩子们能够持续进步 并且在今年的全中运可以获得更好成绩 未来有机会可以要上国际舞台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